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近期娱乐圈发生的六件大事吧 1.蔡绍芬 蔡绍芬和张静两个人可以说是娱乐圈里面难得的夫妻楷模 但是就算大家都觉得他们情笔金尖的时候也会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在某个综艺节目里面 蔡绍芬被问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发生意外的话 张静会怎么样 当时蔡绍芬毫不犹豫地说张静肯定会再结婚的 旁边的钟立体表示不相信 因为大家都知道 蔡绍芬和张静这一对夫妻是非常恩爱的 不管在任何场合 张静都是以非常宠妻的形象出现 所以蔡绍芬的回答让人觉得非常难以置信 钟立体在听到蔡绍芬的回答以后 下意识反驳道 怎么可能你老公那么爱你 听到这句话的蔡绍芬只能无奈地笑笑 用四个字回复了她 这四个字就是现实一点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但是里面包含的情绪特别浓烈 虽然在很多人眼里张静非常听蔡绍芬的话 但是其中的真正生活状态和酸甜苦辣 只有蔡绍芬自己心里情苦 大家看到的往往都是事情的表面 没有不会发生矛盾的夫妻 相信在大家都非常羡慕的婚姻之后 蔡绍芬也有很多的心酸和无奈 只不过这种心酸和无奈都被她自己消化了 没有和别人说而已 2.严国良 据港媒报道 患癌男性严国良受访时宣布结婚 消息一出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现年70岁的老戏骨严国良是TVB出身的 入行多年的她拍摄过无数经典影视剧 先后塑造了陈姬、石大川等角色 精湛演技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 与TVB闹翻后她就大量减产了 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 日前 她惊喜现身TVB台庆 久未露面的她不仅变成光头 声音也完全不一样 原来她患上了磷状细胞癌 时隔数日 严国良接受了TVB节目的专访 大谈病况以及经济问题 严国良说 自己离开TVB后成为了太极教练 前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声音沙哑 看遍中西医都未见好转 当时接了新系准备开机 于是跑去医院进行检查 怎料确诊癌症 回忆起德西患病后的反应 严国良说 自己第一时间告诉医生 他在2013年参加了大学的大体老师计划 那张遗体捐赠卡是不是要立马拿出来 严国良直言 自己不是开玩笑 他清楚做了大体老师的人 当他已去世遗体就要立刻处理 所以他有必要跟医生说 谈到患病后的经济情况 严国良坦言 自己已无法工作 需要领取伤残津贴 每个月有2000多元 化疗费用很高 每个月打一针要39600元 压力很大 他说 自己不是什么富家子弟 以前就是在TVB打工而已 目前已花光积蓄在治疗上 问到是否会担心未来 严国良笑颜 以后支撑不住就喊救命 看谁能可怜他一下 帮他支付医药费 他继续认真说道 如果不是出席台庆 他没想过跟朋友说自己的事 担心别人以为他要借钱 尽管严国良身体大不如前 经济状况也不好 但女友始终不离补起陪伴在他身边 他十分感谢对方的照顾 最后 严国良说以利遗嘱 清清楚楚写明白全部都留给女友 他还准备跟女友登记结婚 3.嘉玲 香港媒体报道 知名女明星嘉玲在2022年11月21日的时候 在家里去世 享年87岁 消息一经发布 立刻引发了娱乐圈轰动 嘉玲这些年低调吸引 早就在泰国定居安度晚年 谁能想到 再听到她的消息 却是已经离开 嘉玲的干女儿郭秀云对媒体确认了这个消息 并且在接到了这个噩耗后 离开动身前往了嘉玲在泰国的家里 去安慰一下干爹的父亲 顺便帮着自己的干爹处理嘉玲的后事 郭秀云说 自己干妈是在睡梦中离开的 当时是照顾嘉玲的护士发现她已经离世 而干爹还在睡觉 所以 护士先给身在纽西兰来的二女儿打电话 郭秀云在收到消息的时候 想联络干爹 可电话始终没办法接通 郭秀云说 自己很担心干爹 因为这些年干爹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 再加上瘟疫的原因 干爹精气神都很差 幸运的是 嘉玲的二儿子已经赶回了家中 算是稳住了这个家 最后 郭秀云透露了干妈去世的原因 称这些年干妈身体特别不好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让干妈非常痛苦 这次离开也是因为这个肺部疾病 本来嘉玲已经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 郭秀云最后一次见她也是2021年的12月 因为干爹干妈生日都在12月 所以郭秀云专程去泰国陪着他们去吃饭逛街 那时候二老都很开心 但由于瘟疫原因 郭秀云已经这一年都没回去 这次本打算在12月的时候 再回去给干爹干妈庆祝生日 谁能想到干妈先走了 4.黄宗泽 近日 黄宗泽主演的新剧《飞虎之壮之英雄》在港热播 参与了多集《飞虎》系列的她 可以说是每一次都给观众带来不少惊喜 只是角色上没有太多的新鲜感 所以大家把责任都推到编剧身上 这次在《飞虎之壮之英雄》中 黄宗泽依旧是智慧担当 遇事极为冷静的她 也再次全份无数 很显然 这几年黄宗泽差不多专心寄情与工作 作品一步接一步 也是给粉丝带来了不少福利 眼见香港的瘟疫越发的严重 他所在的剧组也暂时选择停工避疫 不嫌在家的黄宗泽虽然没有事情可做 但是他心里依旧放不下很多事 尤其是他经营的圈外生意 众所周知 黄宗泽向来对饮食业十分沉迷 他三年前更是开了一间豪巴餐厅 虽然平日里的生意称不上火棒 但都算客死云来 所以一直以来他的副业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此外 黄宗泽也会经常到店里做活招牌 因此吸引了不少粉丝前来捧场 更难得的是 他圈中的不少好友都不时地跑来乘场 将来黄宗泽的人员都算是不错 不过 近日餐厅受到瘟疫的影响 计划停业两周 据悉 在停业的这几天 黄宗泽已经损失了上百万 加上员工的薪水以及房租 七位数还只是粗略的估计 对于是否会放弃餐饮事业 黄宗泽表示 过了这段瘟疫再说 五 薛家宴 除了黄宗泽之外 还有不少经营副业的艺人 也在这一轮瘟疫中受损严重 比如薛家宴 薛家宴虽然明面上是TVB的金牌司仪 但实则还拥有一项副业 那就是教小朋友学习舞蹈 几日前 老戏骨薛家宴就脚酷连天 她没有经营饮食业 而是有个招牌艺术中心 虽然艺术中心不像餐厅这般被动 但是瘟疫之下也不再适合开班教学上实体课 如今只能改为网络教学 可惜 终究网络教学与实体教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也并不是所有学生都乐意于此 这就令薛家宴很犯愁 出于安全起见 薛家宴已经暂停了艺术中心的实体课活动 预计要暂停数周 而活动要暂停 不过薪资不能不给 对于这次损失 薛家宴坦言接近七位数 比较庆幸的是 这个艺术中心的选址是薛家宴自己的物业 不用给租金 所以损失相对比较小 李家鼎前妻 据港媒报道 前TVB老戏古施明在2022年12月5日突然传出病危 前夫李家鼎与小儿子李永豪沉默了一阵子后做出了回应 据了解 施明因遇所出现漏水的问题 连越来忙得焦头烂额 前不久 他疑似因压力太大 不慎在家中摔倒 撞到头部 家人发现后将他紧急送医治疗 经过医生详细检查后发现他的头部受到重创 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保密 术后他陷入了昏迷 为了了解详情 记者打电话联系了失明的大儿子李永瀚 李永瀚证实妈妈入院了 他坦言妈妈是自己最疼爱的人 真的不希望妈妈有事 5日那天是妈妈生日 一家人本来想吃饭庆祝 过阵子再摆酒过大寿 结果妈妈要在医院过生日 李永瀚越说越激动 还忍不住哽咽 他说妈妈这几天是关键期 他连觉都睡不着 问到弟弟李永豪是否知情 他说没直接跟弟弟说 但弟弟一定知道妈妈的情况 李永瀚的采访出来后 外界均担心不已 失明前夫李嘉鼎与小儿子李永豪 稍后站出来说明失明的最新情况 两人透露 失明仍在ICU接手观察 因药物和手术后医疗程序上的安排 至今昏迷不醒 不过院方每天都会联系两人 并报告失明的情况 失明已过了危险期 指数趋于稳定 详细的则不方便说太多 失明因精通马术 空手道以及柔道 出道后经常获邀出演武侠剧 工作过程中 他遇上了当时为武术指导的李嘉鼎 在频繁的接触中 两人互生情愫 接而走到一起 之后两人登记结婚 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 分别是李永瀚以及李永豪 两儿子继承了父母的演艺填补 童年时代已经开始拍戏 是八九十年代颇具知名度的童星 失明婚后有过短暂的幸福 可惜他跟李嘉鼎没能白头偕老 1994年正式签字离婚 关于离婚的原因 他曾在采访中提及过 他说自己男人李嘉鼎说话粗声粗气 一级不惜心 离婚后两人没有闹翻 仍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一家人经常见面 相处融洽 人生如流云 往日不再灰 瘟疫就像张巨大的灰网 将我们牢牢禁锢住 无处可逃 人们的抽气声 此起彼伏 压抑又难熬 而时代的一粒灰 落在每个人身上 就是一座沉重的山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回首这一段时间 有人结婚 有人离世 有人病重 生离死别 爱恨情仇 不管怎样 希望瘟疫早日散去 给艺人们做生意 有喘息空间的同时 也能够让大家的生活 回到正规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按赞鼓励一下吧 还有别忘了订阅黄金年代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